在节目开始之前 有数君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面对这个问题 估计大多数人都会谈到自己的个人特征 如诚实 友善 或者是在生活中充当的什么角色 学生 医生 教师 等等 心理学家会把所有这些统称为自我 或许啊 你有没有想过 究竟是什么塑造了今天你这个人 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 世上的每个人啊 都是与众不同的 而造成我们之间差异的真相 究竟是什么呢 今天有数君要推荐的这本发展心理学啊 或许可以给你答案 本书是由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 和发展心理学家戴维谢福所著 他是美国佐治亚大学 杰出荣誉退休教授奖获得者 在过去的36年中 一直在佐治亚大学为本科生与研究生 教授人类发展心理学课程 对于一个人来说啊 到底是先天的遗传因素更重要 还是后天的环境和教育更重要 这一直是学者热议的话题 每个人的认知能力 学习能力 性格特点 既有遗传因素的影响 又有后天的影响 比如家庭成员之间的人格啊 会有一定的相似性 这种相似性就受到了遗传基因的影响 但我们也常常发现 环境因素对人格的形成 影响一样的大 比如在同一个家庭中 一个经常指使弟弟妹妹干活的大孩子 会成长为一个果断 有支配性的人 那些比他小的孩子 习惯了这种支配 则会更多的体现出 被动忍耐 合作的人格特质 当然了 这是很基础的概念 对于人的性格的形成和发展 书中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 比如我们在作为婴儿刚出生不久时 就能表达满足 厌恶 好奇和痛苦的情绪 随着身体的发育 情绪也更加复杂多样 两岁之后 我们学会了妒忌 害羞 骄傲的情绪 再长大一些 我们的情绪就会受到家长的影响 比如母亲对孩子成绩满意或失望 决定了孩子感到骄傲 还是内疚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概念 就是男性和女性的分别 多数心理学家都承认 生物学习 社会学习 认知发展和性别图示理论强调的过程 都影响了性别角色的发展 一岁前 孩子已经将自己标为男孩或女孩 有了性别的概念 五至七岁 形成了对性别的刻板印象 十岁 对性别的差异概念不亚于承认 三岁后的孩子就更倾向于 与同性别的伙伴玩耍 并且游戏形式也有所不同 所以很多时候 男女有别不仅仅从出生开始就决定了 还有一部分的社会因素 那就是周遭环境不断灌输给我们的概念 那么除了性格之外 人的智力差别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其实直到今天 我们对智力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你不能单单仅从一个方面去判断一个人聪明或者是愚对 从心理测量学的观点上看 智力可以是一种或多种 影响智商分处的因素也有很多的 比方说 像遗传 环境 遗传和环境交互作用 社会和文化因素等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环境越丰富 认知发展越进步 所以家长朋友应该多带孩子出游 参观博物馆 去图书馆 看各种演出 千万不要图什么事 让电子产品来充当猫目 更多的参与 更多的接触 你才能够拥有更多的经验和优秀的认知能力 说完这里 我们再来聊一聊一个人的道德感 心理学家认为道德感包括三种因素 一是情绪情感因素 比如关怀他人或内疚悔恨的感情 二是认知成分 关于是非概念的定义 三是行为成分 指面临诱惑时的做法表现 一个人的道德感无疑和他的成长环境紧密相关 比如强制性的家庭教育模式 就会无意识中强化孩子内心暴力的种子 而是从电视游戏等媒体观察学习的行为 也会对其日后有很深刻的影响 当然了 发展心理学这本书 并不是单单来教我们认识自己 理解别人 它更多的是教会读者 如何从心理学角度 正确认识和理解 从婴儿到青少年的成长发展 所以新婚夫妻 或者打算培养好自己下一代的年轻父母 阅读这本书再合适不过了 与其到时候咨询育儿专家 不如现在就为孩子的成长 学点发展心理学的知识吧